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寿 先看月线图 现在是9.20分 理论上是出了开市价 我们先看看 月线图上近几个月都是窄幅横行 代表这只股票在2020年7月高位 14.32分 当然是随净价计 随净价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问 为什么经济通 将随净价这么麻烦 你给原价就行了 原本的价价 原本价价有参与价值 但不计算随净价 图表就扭曲了 指标用旧价计 用未随净价计 本来可能建议你买在里面 估出都不定 例如昨天是腾讯 如果你计算随净价 跟今天的情况 现在图表上是看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它跌到最低是 我看真的是多少 12.56 12.74 12.22 应该是12.26 应该是12.22最低 看清楚是不是 没错 就是这个低位 最低位 12.22 这段跌完之后 现在是反弹 肉眼 不用计算 去到14.26 暂时今月最高 好少 0.382也未到 虽然12.26 我看过 依然比这个高位 14.25 我说错了 是14.26 依然比这个高位 14.5 是为低的 反弹力 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们再看 我主要的技术分析指标 1 2 3 4 5 之中 RSI 就是 开始升为 5月平均线 不过两条线都是50 下面 有一个转分强一点 比较少 毕竟今月到现在 也是一支新区 长度比较 略为明显的洋竹 指标之中 四个利淡 一个利好 就是说 长期形势 中国人寿是什么? 是向淡 不会是一只长期持有好的股票 当然 越长线的重要支持位 作为指示位,应该是14.22 不再是低位10.072 或者低位12.56 因为这个低位12.072 应该上个12.02 才对 再反弹有多少呢? 肉眼默 如果能过到这个位14.5 理论上应该可以看这里的高位 但这里的高位是15.087 但是已经是跟保利加通道中族附近 很近 所以我们先看保利加通道中族的阻力 长线就一点都不漂亮 你再看 刚才你说的0.382是多少呢? 我可以和大家计算 21.132 跌下来 21.132 最低位是看到12.22 12.22 刚才我刚才说错了14.22 应该是12.22 反弹的0.382倍量度升幅目标 即量度反弹目标 是15.62才4 15.62才4是什么? 保利加通道中族是 15.113 即是高位 另外刚才说过 这里有一个阻力位 是15.672 即是这里附近 我觉得 到0.5倍 合作升幅目标 较难一些 并没有机会是16.676 大家都是看15.62的位置 看完长期形势之后 我们看中期形势 中期形势 刚才月线图已经看到了 如果你说 看一个指标 1 2 3 4个好 一个淡 不对 STC SAL在哪里? SAL是14.26 仍然高 如果稍后升多一点 碰到14.26 SAL也会出现极点高位 当然出现极点高位之后 下星期 后星期 还有看多一个星期 或者 看清楚 高不高 14.26 今个月 今个星期的高位 暂时是14.26 全周收市位 最害怕是什么? 一冲冲上去试试 15多个位置 跌下来 中期反弹完了 否则 我们可以计算 两构升风目标 这个很明显 由这里开始的升浪 12个柔异 升到上去 14个 半 看清楚是否14个半 14个半 14个半没出了 升到上去14个半 由12个柔异 升到上去14个半 曾经回落下来 最低是 见过 12个柔异 对不对 这些高的 对了 最低见过 这些高位置 我一直跳 我确定 确定是否最低位 12个柔异 对的 我们看到12个柔异 放下来 假设 这个升浪 一倍 回来 再升一倍 目标将为 15元 又是15个柔异 很厉害 16个40,9 算了 看这里 因为这里的高位 是 15个7,2 过了 过了之后 如果真的有幸 这么厉害 上去 刚才说的 16个 40,9 出现回吐 试试15个8,6 7,2 支持 正常 中期形势 暂时说 你可以用中注 来持货 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一刻 进入 买货 似乎 直播率 应该不是很足够 看下去 你可以计清楚 因为你的指示位 怎样 应该放在 12个7,2 下面 够不够直播率 肉眼望 就不够 希望我用少少 给你买 这个是说中线 接着到 短线 短线投机 短线投机 挺漂亮的 今天星期 1 2 3 4 5 连续第5个加日上升 如果你计 阴阳烛 暂时刚刚开市 不计 只要开市位 只要开市位 14.26 暂时 不计 希望今天也是阳烛 五支阳烛 不特意 还要连续两个加日 在保力加通道 顶部之上收市 不是两个 应该是三个 对不起 三个 连续三个加日 在保力加通道 顶部之上收市 代表买家控制了大局 短线买家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利好 短线投机可以用大注 但大注得来 目标就不用再说了 跟刚才说的一样 但指舍位就不是放在12.22 或者12.72 刚才说的 不是放在那些位 是应该放在哪里 即不是12.72 或者 这个位 12.72 不是放在位 那你不扣直播率 短线投机的话 最少你先要放在这个低位 13.34 再今天再升上 不肯下 就推上去 这个位 13.62 13.64 对不起 应该是13.64 这个高点 这支阳烛的高位 高点 高点 这支阳烛的高位 13.64 这样才够直播率上去 再看清楚 有一个位 这个 明显的前升浪高位 14元 即是第3级跳上去 先放在这里 再放在这里 再升高点 就放在这里 如果有限冲上去 有势 试15元 16元 刚才说的那些位 再放上去 14.5 一浪 高一浪的情况之下 就将指站位 一路推上去 指站位 指示位 一路推上去 维持直播率 跟信号指示 沽货走位 这个就是 短期的上升 你博上升的情况 的策略 我亦想和大家看 短线 我们看这三个辅助指标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 不是 我开错了 开错了 应该开这个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现在五天平均线 就 翻翻了 应该说 五天平均线在这里 20天平均线 就是刚刚 高过50天平均线 令到 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是全面 利好的 刚才刚刚开了市 开了市 都未够一分钟 冲过上 14.34 开14.16 接着 跌下来 现在在做14.16 成交量 昨天 这次大阳烛的成交非常配合 倍增有多 OBV也配合 ADX也非常配合 看到 DMI的ADX在正DI和负DI上 继续攀升 形势非常好 好了 那我就讲完这个 今天重点分析股票 那现在就 讲个市 先看看 遮住了 我看看有没有把他弹出来 不行 遮住了 唯有收起 遮住了 收起了一张图 一旦再拿出来 我们看这个 开市情况怎么样 昨晚美股表现差 港股 理应低开 不过我今早和大家说了 我估计 九成都不会跌到合理值 那么多 一开 跌的 是低开的恒生指数 跌幅0.3% 不大 国企指数 0.4% 红筹指数 微升0.07% 昨天跌得多了 正确实 科技指数 跌得多了 0.74% 8 0.84% 综合指数跌得0.23% 也不大 那就是二三线股所受的沽压 不大 升降股票数 没有为了 刚刚开始 只有 两分钟 两分多钟 不作准 不都看 恒生指数跌多了 不是很多 29个升30个跌 国企指数 升18个跌30个 回套压力大 科技指数 升8个跌19个 我们再拿回那张图出来 刚才那张图 就先看 你先关掉这个 先关掉这个 然后拿一张图出来 在恒生指数期货 恒生指数期货正式开始 是9.3个字 恒生指数期货 开就低开 接着回远跌回到保育家通道 顶部下面 你见到 都连续很多交易时段 1.2.3.4.5.6.7个交易时段 收市位高 保育家通道 顶部 我从大家看看 昨天收市是否正好 昨天收249.88 保育家通道顶部 24969 没错 连续7个交易时段 今早不回套 有鬼 就算不是开口低开 在11点前 都回套 机会极大 根据我的 保育家通道分析法 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秘技 大家有兴趣要看我的电子书 那就是 会员 正常回套 但是指标 RSI率先转淡 还有四个好 依然形势向好的 即是说 如果它回落到重要的支持位 例如举例 回落的0.382倍 顶拢0.5倍 你可以尝试用中柱 短线投机 买入恒指期货 或者买恒指牛证 去逃利 说的是即市 即市逃利 超短线投机 因为你看的是小市途 这个形势仍然是好的 只不过正常回套 然后我们看 国企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的情况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都是回远 策略一样 也都由这里 升到这里 这里的低位 是 8389 升到上去昨日收市前的高位 是8784 自己计0.320 0.5倍是多少 RSI也都转淡了 五个指标 也是 四个利好 一个利淡 应市策略超短线投机 和恒指期货一样 科市期货 是差一点的 因为一直都没有高过 保虑加通道顶部 收市位计 这个就好像有 肉眼 我先看看 5887 高过这个是高过 不要一直高过 是曾经高过少少 回远一点 情况也是 RSI转淡 没有分别 三个指数期货 都是没有分别的走势 我们看看这个低位是多少升上的 先看看 5611 5611升上来的 最高是看过昨天收市前的高位是5920 0.320调整目标是多少 量度跌幅目标是多少 自己计算吧 你计算吧 如果你是我的Planetum 或者以上的会员 你可以用我的 Excel 视算表计算 就是刚才 给大家 这个 给大家这个计算 好 我先关掉这个 然后我想跟大家先看美市期货 不过不要了 留在美再看 让它变更多 我们看500只 新综合指数成分股 头五位资金正主动买入 暂时最多是2亿的腾讯 接着到 1亿3亚阿里巴巴 1亿0600万的美团 8900万的港交所 和 3200万的中国平安 这三个有升有跌 能够逆市继续升 为什么逆市 行政指数在下跌 综合指数 也是在下跌 逆市升就是 腾讯和港交所 升幅不大 但是 反而下跌的跌了 跌了3.42% 升的腾讯 暂时的位置 高于交流的平均价格 港交所也高于很多 这两只表现特别好 看看 主动卖高比率 62-32 显著配合上升动力 腾讯 港交所78-22 极度配合上升动力 这两只要最值得留意 另外三只差点 都是 除了中国平安,阿里巴巴美团也高过家权平均价 买家依然控制局势 中国平安比较低,中国平安比较57.4 平安比较不错,64.5%前面的上升动力也不错 有托价的现象 阿里巴巴美团60-40,美团55-45 都分别显著配合和低位的回升动力 阿里巴巴的低位是126.1,美团234元 两比不可作准,刚刚开始,当然是激增 我们再看五只被大户压住的股票 主要是哪五只呢? 是有帮保险、中石油、比亚迪电子、军实生物和中国铁塔 有帮保险,而原价88.8是比加权平均价格的可惜 主动买股比率也不错,46-54 其他有些全部都配合下跌动力 炎货主板市场,非省活主动买股比率 现在是报58-42,刚刚跳了 叫做不错的 买家是入市态度都是进取的 暂时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10亿 占总成交均约有5.8% 33个业务里面 资金正主动买入头三位 就是远景服务业、地产业和其他金融业 全部都配合 或者叫做 58-42的配合 内1-38的显著配合 69-31是非常配合 即是上升动力 这些业务里面 所属股票的 平均变动率 头三位升幅都不 农业产品比较多 0.91 6% 交通设施0.46% 煤炭业0.32% 他们都叫做配合 特别是交通设施业 72-23 是极度配合 这个板块里面股票的上升动力 我们看一看 还有 被动买卖最会弱的券商 就有 美林 UBS JP Morgan 高盛 和 Credit Suisse 托着的暂时 刚才说的 头三个 就托着腾讯 而押着的 五个不同的股票 他们分析 北水在哪 北水在第八位 和第十一位 现在 不活跃的 挂牌 挂牌买卖并不活跃 再看中国人数 最高是14.34 创今个月的新高 反弹 可惜 一路跌 最低是14.2 14.08 低于加权平均价 14.21 这个股票的历史波幅幅度 恒生指数 差不多 19.245厘 恒生指数 今早说了 第一段投资金分析 18.5厘左右 非省的主动买股票 34.66 显示 孤加 入市主动 订货的情况 很明显 暂时 录得资金正主动卖出721万 占成交今晚16.65% 显示14.26 即使阻力位 很大 有机会下移到14.14 如果继续 浮沉多段时间 这条巴长一点 大家 今天 中国人秀 就不会是 即时 入市买货的好时机 除非它急跌 然后就站稳 信号没有寸淡 标准自动对盘 看看大户 只有一宗成交 普通大户做的 是订货的 在14.22 扔了164,000 164,000 所以比率是0-100 但是这一宗就 不是很值得参考 参考性是低的 最后 看看现在托着的主要就是 这几家 高城亚洲 包围亚洲 ABN Credit Suisse 没想 但他们也不多 最多的资金证被动买入 是400万港元 平均托到14.2 压住的 是 100多万的资金证被动卖出 花旗环球 中国投资讯息 和富豪图 都是压住14.2 左右 这段投资应该分析 就说到这里 今晚我会有第3段 投资应该分析 专来给 Gold 或以上级别的 Patreon 订户 到时见 ETNET 专业版HV2股票报价系统 帮你动息大局 捕捉投资先机 即刻申请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立即赞好 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 和你一起 并肩作战